而且调整在一个前提是什么 建立沟通 建立共识 循序建计 不可操之或极 做什么事越极 反而适得其反 我们北京有一个企业家 他这一次也在青岛论坛 第三届青岛论坛也有跟大家分享 他的餐厅非常的成功 我们都去过 做的是相当的用心 而他现在循序渐进 慢慢把它改成素食 而且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素食确实做得非常好 他很清楚都有一个过程步骤 你马上调过来 家人不能接受 员工不能接受 好事之后还是没有结果 所以人心要柔软 要体恤 要循序发展 很多我们一个同事 回去之后就给他先生讲 素食好 从今天开始我不煮肉给你吃了 哇 那这么干就麻烦了 在家里就出问题了 所以他来的时候皱着眉头 很难过 今天我们在落实传统文化 遇到障碍 不能怪别人 行有不得 行有不得 反求出几 要不就是我们急于求成 要不就是我们控制的欲望 太强了 才会造成这些烦恼 言以律谨 宽宜待人 这个心境很重要 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一个标准 好 我们之后呢 再以这个来做一个专题 跟大家再交流 我们现在先关照一下 我们父母都忙在工作上的时候 我们能体恤人是两个人 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 想到自己 有没有想到自己 亲生孩子的需要 他现在最需要什么 其实说实在的 这个天地啊 很微妙的 道法自然啊 女子给孩子普鲁 这个是自然啊 所有的牛奶做得再好 技术再高 现在还做不到母乳的素质 而且那里面含有很多的那种 好菌 可以让一个孩子 肠胃非常健康 一个人呢 从小肠胃健康了 他就不生病了 万病的根源呢 在脾胃啊 他吸收就不好了 你给他吃的再好 有什么用 补品再多也没用 所以能 普鲁啊 是最好的 而 母亲啊 从孩子 在胎中 到生出来 三年普鲁 共要喝掉母亲啊 差不多一千公斤的血 所以为什么 这个女性老的时候啊 这个骨头会比较 里面比较空啊 都把自己啊 奉献了 给孩子了 我们看义 我们有没有 对家庭的义 对下一代的义 还有这个智慧 想得多远 还有我们 对于家人的 一个信诺 我们守了多少 好 但是其实 还是有人很挂碍啊 就是说 那不出去赚钱 不就没钱了吗 是不是 就好像我 道理讲了很多 这个家长都会说 你讲得很对啦 不过分数也很重要啦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教育孩子重要的 你讲得很对啦 不过钱现在就是没有啦 大富有天 小富有情捡 这个在历史当中 绝对没有一句话叫 小富从拼命赚钱 没这句哦 其实我们人都很健忘啦 都只顾眼前在那里思考 我们就看两代人就好了 我们的上一代 父亲一个人赚 还养了五个 七个孩子 省私俭用 还可以买个房子 他怎么积攒来的 结果我们现在是 夫妻一起赚 只养一个 终身房屋贷款 还付不完 差别在哪 所以现在有很多思考 不一定 随他们一有 拼命赚就有钱 不进来 假如不节俭 怎么赚都补不了 欲试深渊 大家注意哦 一个孩子 假如好虚荣 请问 从他的头发 到他的脚 要花多少钱 洗一次头发 要到美容院 然后呢 眼睛要带 雷蓬的 是吧 然后 吃都要吃好的 连刮胡刀 都要用 菲利普刮胡刀 是不是 穿着衣服 戴着表 穿着鞋子 穿着所有的 拿着手机 还要半年换一次 还是一年换一次 打手机 也要花钱 请问大家 他这一生 要多少人民币 赚够他花吗 而且还不是他 在花而已 假如这个太太 也很奢侈 那麻烦 你这个先生 再怎么会赚 也扛不住 好 所以勤俭 才是致富的 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看这些 古圣先贱 留下来的智慧 我们才有办法判断 才不至于 随波逐流 我们复习一下 昨天跟大家讲到 学习的 有效学习的方法 心态 第一个是 解形相应 不要翻书 告诉大家 脑子是越用越活 你不用它 它就炖 真的 李炳南老师 九十几岁讲课 不用拿稿子 诗经说 书经说 它就是脑子常用 很精明 很清楚 有时候人 太有福了 依赖的东西越多 人的能力越下降 听说现在打电脑 很轻松 现在连字都不会写 第二 学贵力行 我们昨天讲到 从弟子规看 哪一句最难做 自己先力行 报告大家 我昨天有看两则德语故事 因为我跟大家 Give me five 是吧 但是记住 不要赶进度 假如觉得这个故事 体会得还不够深 重复再看 不要胡伦吐藏 这个是 学习还是深入 真正感觉到 这一个圣贤人的 德恨 纯心 印到我的心上 再看下一张 这就有味道了 第三 不自欺 我们说的 第一个是 实时自知之明 勘验自己的状况 第二 知之为知之 不可以装懂 第三 有过必改 孔子在 这个改过的态度 重复提醒 因为改过 是提升自己学问 最重要的一环 发现自己的故事 叫开悟 没有活得古里古土 改正自己的过失 人就提升了 这个叫真修行 而孔子也讲到 法欲之言 能无从乎 改之为贵 训欲之言 能无悦乎 义之为贵 悦而不义 从而不改 无莫 如之河也议 我们昨天 建立一个默契 看到孔子讲 义乎 如之河 我们神经要绷解 是我们孔老夫子 在叹气 我们不能再做出 让他老人家 恨恨 这个失望的事情 那这一段 那这一段呢 孔子后面讲 也是说到呢 假如人这个样子啊 那我也拿他没办法了 哪些情况呢 法语 对不起 法语呢 就是经典的教诲 就是别人给我们义正言词讲的 跟经典相应的这些话 都属于法语之言 我们打开地址规 打开大学 这些都是法语之言 能无从呼 我们听了看了 哇 讲得好 认同 可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能够对照自己 赶紧改正 符合经典的 这些行为 叫改之为鬼 不能只是口头上站在那里 太好了 讲得都对 结果自己呢 习性还是习性 那个就是有口 无心 训誉之言 这个训誉之言 有一些是人家的肯定 有一些是人家委婉的劝告 面对人家的肯定 我们呢 要迁退 面对人家委婉的劝告呢 我们要反省 所以这个是 训誉之言告诉我们的 我们挺欢喜的 哎呀 没有没有 谢谢你鼓励啊 谢谢你提醒啊 欢喜的接受 可是欢喜完呢 也没有反思 也没有修正 那其实还是糟 我说那就是